叶欣 卓儿 令妃生了没有 说是投胎不太顺利 听这声还没生下来吧 令妃娘娘 奴婢来给您报喜了 令妃娘娘 令妃娘娘 叶欣姐姐 您怎么来了 令妃娘娘 叶欣姐姐 您不会能进去 错了 这产房血腥啊 我能进 您不能进 在这儿候着吧 不是 您行行 不是 您真不能进 令妃娘娘 快换水 换水 你就快一点 令妃娘娘 奴婢给您请安了 令妃娘娘 快拿来了 奴婢是来给您禀报一声 魏夫人已死 左路发配边疆束手 真是可怜哪 一个好好的老夫人 死了都没人送终 一个人孤零零地躺在府里 而且 左路能不能活下来都不知道啊 你先干什么 女妃娘娘 您听见了吗 滚 你给我滚 那奴婢先退下了 你慢慢生 慢慢生啊 你拉着干什么 把它给我轰出去 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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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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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可出来了 您快请吧 金庄公公 还在这儿候着呢 您慢慢等着吧 这里头啊 一时半会儿生不出来 我先走了 是 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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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都没事 谢谢 娘娘 娘娘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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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快了 娘娘 娘娘 您再憋口气 坚持一下 靳中公公 您都等了一宿了 您要不歇会儿吧 您喝点茶也行啊 靳中公公 别耳机 坚持一下啊 娘娘 快了 快了 生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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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日的指望落地了 我妈 杀个吗 杀个吗 累死我了 忙活了一天一夜 令妃娘娘出了大红了 结果还是个公主 公主 公主啊 公主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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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能平安生下来 娘娘大红止住了吗 总算勉强止住了 可令妃娘娘也伤了身子 怎么就伤了身子呢 令妃娘娘 因这场大红出得不轻 宫体受损 恐怕两年内不能再遇洗了 否则勉强生育 孩子也会因体弱而难保啊 先不管什么两年后了 先保住眼下再说吧 嬷嬷 您快进去了 辛苦了 好好好 好好照顾令主 公主 公主 公主也好 公主也好 主儿 喝一口吧 再来一口 主 七公主来了 快 慢点 您瞧 多可爱啊 本宫和皇上 都怕这是个皇子 若是皇子 就能保住本宫 可偏偏是个没用的公主 都保不了本宫啊 您别这样 您刚出完大红身子虚 经不起伤心呢 主儿 主 公主也挺好呀 你说皇上有七公主 前头皇上的公主 腰折的腰折 出嫁的出嫁 皇上肯定会喜欢我们公主的 皇上 不怕 皇上知道了吗 静忠公公已经报喜去了 这算什么喜啊 这算什么喜啊 生了个公主 皇上不在意 皇后 就会立刻要了本宫的性命 给令妃娘娘请安 黎公公 是皇上想见公主了吗 皇上是惦记着公主呢 但想着令主还在月子中 亲自照顾不便 所以特命奴才 把公主带了去 公主刚落地不久 就要送去协方殿了吗 这公主还小 离不开额娘 还请公公 禀报皇上 能否再管线几日 皇上疼爱公主 舍不得送去协方殿养育 打算给公主 找个身份尊贵的嫔妃 作为养母 郢妃 膝下无子 出身高贵 抚养七公主 再何时不过了 郢妃和我们主同是非位 郢妃怎么可以养 我们主的孩子 还有一件事忘了告诉您了 您现在已经不是非位了 皇上有旨 令妃 耻夺封号 将为答应 按照规矩 您身边 只能留一个太监 两个宫女 其他的人 通通都得带走 我刚为皇上生下公主 皇上不能这么绝情啊 皇上没让您 跟着卫夫人一起去了 就是无比宽人了 李公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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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宫千辛万苦生下的孩子 怎么就成了旁人的女儿了 这不成啊 还请您帮我求求皇上 应非与我不母 怎么会照顾好我的孩子呢 还是怕公主 留在我这儿吧 皇上 倒是想把公主 送去别的位分更高的娘娘们呢 可是有几个与您和睦呢 皇上顾虑着七公主的前程 选了颖妃 您若觉得不成 奴才这就去回话 您就敬听皇上的处置吧 李公公 真的没有旁的法子了吗 没了 奴才这就带七公主 去处秀宫 跟我走 不 不 主 主 魏答应 您先好好当着答应吧 还能好好坐月子 养养身子 等皇后娘娘查清楚 是仨个被害的事 您就有着落了 走 我的孩子 我的孩子 皇上 太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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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门呀 太后 请太后开了呀 姑姑 太后还是不肯见我吗 太后能容你未答应 不是让你和你的额娘 做这些恶事 太后如今潜心修佛 听不得这些龌龊事 为答应请回吧 请太后联系我呀 太后恩终我去木兰渔场 就是对我的恩典 臣妾会对太后 尽心尽力的 太后要你做事 不是让你自作主张 还纵容你的额娘 谋害皇嗣 太后想想就后悔 您的忠心 太后受不起 魏答应 以后不许再来 此民宫了 求太后 救救臣妾吧 姑姑 魏答应 如果在深夜惊扰太后 太后也不会容你了 我也是无计可施 才能求太后的 你要是再不走 我可叫人轰你了 关门 走 求太后恩绝 快走 走 姑姑 求太后恩绝 娘 求太后恩绝 求太后恩绝 娘 求太后恩绝 求太后恩绝 主 你滚开 要问死了算了 主 你们先去 阴郑哥哥 阴郑哥哥 你瞧瞧我啊 阴郑哥哥 魏大爷 阴郑哥哥 救救你的燕王吧 你的燕王快被人害死了 没有人要害你 一直是你在害别人 我是你的青霉竹马呀 你怎么能这么看我 你是皇上的嫔妃 我是皇上的侍妇 仅此而已 即便如此 我也不许你的情意 给了别人 我不信你抱着皇后 好 放不回去 阴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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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阴郑哥哥对我 出发了 来 到底是尹妃妹妹好福气 得了这么一个可爱的女儿 七公主可爱是魏大英会生 本宫不过是养着有趣罢了 生娘哪及养娘亲 将来七公主有个好人家 难道还是因为魏大英的面子吗 当然是因为尹妃娘娘了 听说魏大英也要来看七公主 提起过几次被本宫拒绝了 宫里人人都知道魏大英品性不佳 既然七公主跪了本宫 就不要染上了生母的习气 免得被带坏了 这回皇上让尹妃妹妹抚养七公主 也是看重咱们蒙古 回去告诉我们的族人 皇上看重蒙古 蒙古四十九旗必得效忠皇上 必定 我听说皇上最爱的公主 除了早上的五公主 就是孝贤皇后所生的嫡公主 何敬公主了 何敬公主 不也是嫁给了咱们蒙古亲王吗 皇上到底看重蒙古 连唯一的嫡公主也嫁了过去 纯贵妃娘娘 这是内务府这个月的开宵 皇后娘娘说了 请您啊帮着给看看 对了 尹妃宫里养着七公主 你们平日里要多固执些 皇上也说了 尹妃娘娘的奋力啊多一倍 那就要皇上的旨意办 七公主是尹妃的女儿 至于永寿宫里 那位七公主的生母 不必好好待她 这位心思狠毒 害了皇寺 连亲娘都要陷害的女人 根本不配为人 是 是 这件事情不必告诉皇后娘娘 你们自己心里明白就是了 奴才明白 还有 何敬公主 马上就要带着小世子回宫了 这可是头等大事 你们务必安排妥当 何敬公主 可是皇上的掌上明珠 正 那 纯贵妃娘娘先看着 奴才告退了 好